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客星球 去做铁甲格斗 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入职后 张恒非常努力 历经十个月的孵化产品就以为是 取得不错的成绩 让张恒更是充满了热血和信心 之所以选择了离开 张恒写道 这次我自私地要去追寻建造我 下一个梦想了 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我是个浑身充满冒险因子的人 所以原谅我 好不好 原谅我幼稚的青春 我傲慢的青春 我不想违背的 最后一点青春 情真意切 张恒还表示自己 离开一小会 大概八十年的时间 这些话语不能看出 张恒和郑爽 曾经是真的爱过 才会让张恒抛弃 从小到大的梦想 和郑爽一起去建造 下一个梦想 还用了 所谓八十年的时限 张恒是准备接下来的人生 都要付诸于此 想要和郑爽 白头偕老 那时候的张恒 对两年的未来 充满了美好的西景 不知道现在的张恒 有没有后悔过 当初的决定呢 郑爽既已弃痒的事情 还在不断发酵 今天网络上曝光郑爽 退出娱乐圈的录音 这是郑爽在节目中所说的一番话 依然是前言不搭后语 让人很难理解 但很明显的是 全篇看下来 郑爽依旧没有一丝反省和悔意 张恒曝光的两段录音 也让大家看到了 郑爽的自私和冷漠 郑爽父亲的发文 也没有一丝责任感和回复 反而痛诉自家女儿 被张恒欺骗 却不提如何解决孩子的问题 郑爽一家三观敬悔 但张恒同意既已也是没办法洗白 这件事中 每个人都有过错 可怜的是 两个无辜的小生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mArt Chicpers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来 记得上的节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Cherry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